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2019年的30944套增长了42.2% 比2019年的25351套增长了73.6% 并且比2015年创下的42326套历史销售记录还增加了4% 总体来讲 2021年的销售总量比过往十年的平均销量还要高出33.4% 大温地区所有住宅物业的MLSHPI综合基准价格在年底为123.200 与2020年12月相比增长了17.3% 去年该地区的独立屋和连排别墅基准价格上涨了22% 而公寓价格上涨了12.8% 报告的作者Paul是Generation Schools的创始人 也是UBC人口和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 他说这是一整套建议的一部分希望能让人们转变观念 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一种投资手段 目前这份报告建议对价值超过100万元的房屋征收 累进式附加税起征点为0.2% 最高点为1% 附加税将每年征收并在房产出售时缴纳 与对所有房屋销售征收收益税不同 该建议只适用于加拿大最昂贵的房屋中的前9% Paul说 不久前有报道显示在全球6个房地产泡沫严重的城市中 加拿大两个大城市多伦多和温哥华榜上有名 市场已经高度脆弱 CBC News报道 代表全国房地产经济的组织CREA表示 2020年10月其在MLS系统上出售的加拿大房屋价格 平均为68万6650加元 比一年前同月高出近14% CREA表示 房价的飙升主要是因为多伦多和温哥华这两个房价最昂贵的城市 严重影响了平均价格 同期瑞士银行发布年度研究报告 2021年瑞银全球房地产泡沫指数 全球6个城市被认为存在房地产泡沫 其中多伦多和温哥华是全球两个最严重的地产泡沫发源地 多伦多排第二 温哥华第六 瑞银认为 这两个地方的房地产存在严重泡沫 根据瑞银的说法 任何想要投资房产进行出租的人 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偿还购买的价格 在多伦多需要28年 在温哥华需要31年 在今天的这份报告发出后 BC省的住房部说 不断攀升的住房成本的确令人担忧 他们将认真审查这份报告 当下BC省政府的住房计划 包括打击税务欺诈 征收空置税和建造数以万计的新住房 广大市民对于这份建议也是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 应该尽快执行 遏制房价 让更多人安居乐业 让年轻人的生活有笨头 但也有人持完全不同的意见 这部分人觉得 在多伦多温哥华这样的大城市 不要说独立屋 连townhouse都上百万了 还很难抢 按照这个逻辑 岂不是人人都要缴税 这是减负还是增负 还有人觉得 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 简单一点 银行收紧投资房的贷款 也就是提高首付或提高利率就行了 因为真正炒房者 大都是用银行的钱 该报告 由加拿大抵押和住房公司 CMHC管理的国家住房战略 解决方案实验室计划资助 但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们不对报告中表达的任何观点 或建议负责 与此同时 联邦住房部与CMHC合作 发表一份声明 目前正在与各省地区和地方政府 合作制定房地产公平行动计划 但它不会包括净值税 联邦政府以多次明确表示 我们不会对加拿大的主要住宅 净值进行征税 声明还阐述 加拿大的每一个人 都应该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我们认识到对于加拿大太多的家庭来说 买一间负担得起的房屋 已经变得遥不可及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今天在日内瓦的简报会上表示 Omicron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中导致的疾病 可能不那么严重 但不能称作温和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周四表示 与全球主导的Delta变体相比 更具传染性的Omicron变种 导致的疾病似乎较轻 但不应归为轻症 就像以前的变种一样 Omicron正在让人们住院 并且正在杀人 随着全球感染人数飙升出现病例海啸 医疗保健系统已不堪重负 新冠病毒已经导致超过580万人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在周四的 每周流行病学报告中表示 上周创纪录的950万例新冠病例 比前一周增加了71% 然而每周记录的死亡人数有所下降 世卫组织临床管理负责人珍尼特表示 早期研究表明与Delta相比 Omicron变体的住院风险降低 他表示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严重风险 似乎也有所降低 关于降低严重疾病风险的评论 与其他的数据相吻合 包括来自南非和英国的研究 尽管他没有提供有关研究 或分析病例年龄的进一步细节 对老年人的影响 是关于新变种的一大未解决的问题 因为迄今为止 研究的大多数病例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就在上周 有医疗专家披露了新冠的新型症状 比如喉咙发痒 而如今又有一个新冠症状被揭露 该症状很容易被人所忽略 或错认为是贫选 据Daily Mail报道 嘴唇发挥 皮肤和指甲发挥 都可能是新冠的紧急警告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 如果你的嘴唇 皮肤 指甲发生 面色发挥 那么此时你应该立刻就医 自新冠疫情以来 美国卫生部门就已经发现 新冠导致部分皮肤发挥的现象 近期这种症状被称为Omicron特有症状 医疗人员表示 出现皮肤发挥 表明患者需要进行紧急医疗护理 目前美国CDC已经将超过11种症状 包括头疼 喉咙痒 恶心 皮肤发挥 但目前NHS依然只承认 三种新冠症状 即发烧 持续性咳嗽 以及味觉丧失 灰色的皮肤和嘴唇 医学上称为子干 是血液中含氧太少 或血液循环不良的警告信号 它可能与严重的问题有关 包括哮喘 肺炎或心脏病 这种症状很可能只出现在 新冠感染的后期阶段 灰色指甲可能是缺铁的警告信号 这表明体内的重要器官 可能正在努力获得足够的氧气 但它们也可能是由受伤 经常吸烟 真菌感染 或手经常在水或清洁产品中引起的 除此之外 NHS还表示 流鼻涕 头疼 打喷嚏 和喉咙痛 都是新冠的迹象 许多人没有意识到 我们应该注意的所有症状 这使人们误以为自己只是得了感冒 但实际上 它们患有新冠 目前WHO所认定的新冠症状有发烧 肌肉疼痛 疲劳 全身无力 咳嗽 恶心 腹痛 腹泻 鼻塞 流鼻水 嗅觉 胃觉 异常 头疼 呼吸困难 如果你出现以上症状 请立即自我隔离 并进行检测 必要时寻求医疗帮助 自从Omicron爆发后 温哥华的疫情又被推到了新高度 做核酸检测的市民也越来越多 最近大温多个核酸检测点爆满 排队的车辆排了整整八个街区 等候时间高达五小时 有人说 在这个等候的时间里 把车挂P档 再拿手机刷一下 不算过分吧 错了 在温哥华已经有人因此收到了警察的罚单 12月22日 市民Kellen在本拿比的核酸检测点 排了2.5个小时 做检测 期间她实在无聊 就拿起电话给哥哥聊天 Katling聊天期间 手里一直拿着手机 聊着聊着 一个警察朝她车子的方向走来 并给她开了一张分心驾驶的罚单 Katling收到一张300多的罚单 还被告知 明年ICBC保费会长 Katling的律师 Katling表示 她对这张罚单感到既惊讶又失望 要知道排队做核酸 与在道路上驾驶有很大区别 司机不需要提防红灯 行人等危险障碍 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盯着前车 什么时候动 因此Katling当时 行为并没有任何威胁性 同时 我不认为给她开这张罚单 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任何利益 唯一的利益 就是政府多赚几百块吧 本拿比皇家骑警 已经对这件事情做出了回应 发言人麦克承认 当天的确有警察 在本拿比 Billington加Canada Wade 核酸检测点执法 作为警察 我们的职责是 保证道路的安全 防止碰撞发生 最近我们在新冠检测点 抓到很多有问题的司机 例如开车边看手机 不带安全带 堵塞交通 插队 违规掉头 在不安全的情况下变道 应陆怒与其他司机产生冲突 根据BC省的最新法规 警方会对分心驾驶进行罚款和扣分 累贩者的惩罚更重 惩罚将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分心驾驶的罚款 第二部分是扣分的罚款 在BC省只要扣分超过三分 从第四分开始就有扣分累计罚款 初犯368元加扣分罚款175元 等于543元扣四分 在12个月内累贩分心驾驶的罚款 依然为368 但扣分累计罚款大增 第二次368加扣分罚款520 总共是888 第五次368加扣分罚款3760 总共是4128 第十次368加扣分罚款14520 总共是14888 旅贩者还将面临当局 对其驾驶执照的复审 有可能导致禁止驾车3到12个月 好了以上是本期搞完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T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订阅点赞和转发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